陶瓷是中國的一大發明 也是歷史人類的一大發明 書畫它是指的鋼鐵還有爛 這詞比鋼鐵還好 它不爛 它永遠不爛 它是一個歷史的交流 你能把大大社交動作 不只是你去用它 而且是呈現這麼用的人 背後它的品味 如果一部分會破壞 我的心也會破壞 中文裡面有三個字 就進入了英文 比如說茶是我們輸去的 替我們的意料就是那個撕了 英文叫silp 再下來就是China 就是這個詞 已經規劃成為西方的語言一部分 所以砍砍石 你砍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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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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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百年前 一位萨克森君主 在这座富丽堂皇的王宫中 正被一种热度折磨得坐卧不明 十七十八世纪 一种被称为白金的器物 令许多欧洲宫廷传染一般 高烧不退 它虽被今天人们熟知的国金 但那神秘的光芒 同样令人如痴如醉 欲罢不能 它就是 此 1717年 这位奥古斯特二世和普鲁士国王 做了一场令人大跌眼镜的交易 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叫为爱痴狂 他用六百名全副武装的龙骑兵 这曾经为他建功立业的精锐部队 交换一百五十一件康熙年制的瓷器 尽管他们当时并非古董 但一件中国瓷器仍然价值四位壮士 果然是白色黄金 物是人非 传奇依旧 奥古斯特二世和那些龙骑兵战士早已进入历史 而那些中国瓷器却仍然留在这个 已经改为德国国家艺术博物馆的瓷文格宫中 这七件青花大冠就是其中一部分 从此他们有了一个新称呼 龙骑兵品 其实早在一千两百多年前的唐代 瓷器这晶莹剔透温润如玉的器物 虽然静落厨子就已经先动了渴望的狂潮 为了它 人们在大漠公园中风餐雾素 在惊涛骇浪里急死一生 沙海中的断地残垣 汪洋下的沉船碎片 从未引入人们对它的热烈 于是 一片洋洋洒洒的中外贸易史和文明交响曲 在瓷器高低错落的叮咚作响中回荡天球 直到三百年前仍然愈演愈烈 终于约定俗成的把中国国名 也身为瓷器的名称 好瓷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也是历史人类的一大发明 毫无疑问的是 世上本无瓷 尽管如今瓷器已经物美将 到三百年前欧洲研制出第一件硬制刺 瓷器制造作为中国的独门绝技 一直延续了上千年 流传范围仅限于周边几个国家 在没有专利保护的古代 这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瓷器到底从何而来 又前往何处 瓷路漫漫 它真的那样高深莫测吗 在这个科学史上面 是一个很大的咬尽 那是中国固有的这个工艺 在汉语中 常把瓷与陶合为一类 统称陶瓷 瓷又可分解为瓷瓦 瓦是陶器 瓷源于陶 宋代司马光称瓷器为 陶器之兼制者 因此要找到瓷器的源头 首先要探究陶器的处处 虽然瓷器在中国一家独大 他的鼻祖陶器却在全球遍地开花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 很难说谁是最早的制陶高手 考古证明 距今一万年前 北非一带就有了陶器 随后又发现 日本神文人制造陶罐的历史 早于一万年前 2012年末 美国考古学杂志 评出当年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中国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 古老陶片赫然在列 时间确定为两万年前 这是目前世界已发现陶器的 最早年代 经过复原 它们原来是一件大陶罐的组成部分 巧合的是 这仙人洞遗址 离祠都景德镇 相距只有七十多公里 在旧石器时代 早期人类可以把天然石料 植物或兽骨 简单加工成可资利用的容器 但它们使用起来既不方便 也很难用火加热 对于已经学会用火的人类来说 火可以照亮黑暗 驱散寒冷 下退野兽 但最重要的是 是人类改变了如毛饮穴的旧席 走上吃熟食的健康之路 寿命得以延长 去脉得以传承 因此 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可以用来加工熟食的器皿 已经花甲之年 英国人奈吉尔伍德 一身酷爱中国文化 他的家几乎就是一个陶瓷作坊 不过伍德并非普通的手艺人 他是国际知名的陶瓷学者 对于陶瓷的起源 他同样充满好奇 你会继续用砂漫船 有很多问题 在最初的砂漫船上 中国史迹中把陶器的发明归功于炎黄二帝 传说有一位宁蜂人为了吃鱼 用泥坝裹满鱼身入火烧烤 没想到有集市离开 返回时鱼已烧焦 但裹在鱼身上的泥坝却变成硬壳 成水不漏 细心的宁蜂子受到启发 重复为之 经过长时间火烧 一件土桃容器就此诞生 于是皇帝大喜 任命宁蜂子为烧桃冠 显然这传说比江西仙人洞发现的桃冠 至少晚了上万年 但它传达的陶器发明过程 却有相当的代表性 其意义不亚于牛顿的苹果 就像一位英国学者所说 陶器是文明的指数 既然这样 陶器就绝非某一地区 或某一部族的专属品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 虽然时间有限后 但世界各种古老文化中 几乎都有陶器的影子 问题是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 师徒般的传承关系 发明陶器的偶然性 会在世界各个角落 不断地复制吗 中国云南西双版纳 像玉南恩这样 还在用古法制陶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 因为瓷器早已后来居上 陶器时代 似乎只是一份久远的记忆 但对玉南恩而言 由于丈夫早逝 她不得不依靠唯一的手艺 维持生计 出乎意料的是 在玉南恩简陋的作坊里 并没有摇炉存在 不知道她的陶器是怎么烧造的 结论居然简单至极 玉南恩只需在地上堆满木柴 把陶坯直接摆放其上 四周覆盖稻草 再用黄泥密封 最后通过小孔点火 剩下的就是长达十小时的等待了 这和皇帝时期 宁丰子的办法如出一辙 虽然原始 却正好为制陶树的开创与传播 提供了实证 在古人发明摇炉之前 这种平地堆烧的方式 曾经被普遍使用 它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具备了保温和恒温功能 有学者认为 目前的历史研究 远远低估了远古人类 跨地域的长距离交流 各大文明中几乎都存在的 这种尖底陶瓶 就是依据 它的外形令人费解 底部尖尖 用意何在 普遍的看法 它们是古人的取水用具 当尖底瓶放置水中 会因头重脚轻 瓶口自动倾倒 于是水从口入 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 认为它就是一种礼器 无论如何 若没有源流关系 这怪异的器物 为何在几千年前 广泛流行 交流是一个 一直是一个 特别吸引人 又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人的移动性也很强 因为你要看得到 这是一个长时段的 这是可能是一个几百年 上千年的一个活动 或许 淘气在不同文明之间 既有传承 也完全可能自成一体 因为淘气的原料 几乎随处可见 可以轻而易举地就地取材 而水同样对人类不可或缺 如影随形 当土遇到水 立刻柔软了身躯 可以随心所欲 团造成各种器物 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中 对人类的起源 都有团土造人的传说 一个是女娲 一个是上帝 不知他们谁抄袭了谁 还是心有灵心 但至少可以说 这水土因缘是文明之本 它们只需一个升华的契机 火 当天然之火 变成人类手中的火把时 它让泥土在烈焰中摇身一变 幻化为陶 如果没有火 人类或许永远走不出洪荒时代 火对陶气的作用体现在温度上 用玉南恩的简单方法 虽然能让烧桃的温度 接近九百摄氏度 但由于没有摇炉 控制温度难度极大 经过一整夜 玉南恩的桃气终于渐温小了 此时黄泥外壳 已经被烧焦坍塌 里面的桃气由于受热不均 有的在高温下破碎 有的却尚未烧透 颜色也深浅不一 这正是原始桃气存在的普遍现象 而玉南恩的孩子们 干脆放弃这份遗产 去橡胶林工作了 1954年 考古人员在清理西安东郊的半坡遗址时 除了发现大量彩桃之外 还发现六处并不起眼的土堆 经过考证 它们正是半坡人烧桃的窑址 也是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窑址之一 由于它把燃烧室与烧成室分开设置 火焰虽然不直接接触陶坯 但窑式密封性更好 不仅可以保证900摄氏度以上的窑温 而且温度分布均匀 就是说六千年前半坡人的制陶技术 已经高于今天的玉南恩 它们早已意识到温度 对陶器质量的重要性 这个人面余生图案 来自半坡遗址出土的一件彩桃盆上 但这个美丽的桃盆 却充当着一个悲剧角色 腰折的孩子被放进陶瓮关中 他作为瓮盖盖上的遗数 孩子便与他的父母阴阳永隔 斗转星移 唯有这件精美的鱼文盆 还传递着远古的哀杀 与此同时 陶器文明依旧在世界各地 不谋而合地平行前进着 从尼罗河到两河流域 从印度河到黄河长江一线 陶器上不仅出现了飞禽走兽 山水树木 还出现了人物和交通工具 人们的祈求与希望 现实与幻想都在陶器上自由徜徉 这是四千年前龙山文化的标志 蛋壳桃 这件高脚杯胎壁最厚处 也在一毫米之内 最薄处不足0.2毫米 的确薄如蛋壳 而且由于使用细腻原料 经过木炭烟熏和磨光处理 使它通体乌黑发亮 被誉为史前陶器的巅峰 是当时地球上最精致的手工作品 制造黑陶 这是一种非常尖端的技术 当时可能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而且这少数人可能也都是属于贵族 阶层的社会上层的掌握这种当时的高科技 就是科技发达的今天 制造一件蛋壳桃也绝非易事 何况它过于轻薄不禁磕碰 即使位高权重的部族首领 使用起来也一定战战兢兢 古人为何不令成本 做如此费力不讨好的事 结论似乎是唯一的 它本来就不是日常用具 而是在重大礼仪中 表示地位与尊崇的礼器 从粗桃到彩桃 再从彩桃到黑桃 一条不断递进的脉络 开始险山漏水 那就是人类对这种泥土制品的诉求 正趋于高贵和神灵化 蛋壳桃甚至已经十分接近磁器的特性 坚硬细密 轻盈亮丽 或许正是这种不懈的追求 才使磁器水到渠成 陕西省长城县的白中俊夫妇 他们一直研习古法 使用袈裟粘土制作沙桃 然而这种低温烧灶 却导致沙桃胎体布满大量细小缝隙 不仅疏松一岁 而且水入其中 不久就渗漏出来 这和早期淘气如出一辙 虽然工艺原始卖价很低 白中俊却不愿放弃 这活再辛苦 也是祖上的心火相传 如同富与子的宿命 永远都难以改变 虽然不能用上天眷顾来解答某种历史现象 但若非如此 为何中国人恍如一觉醒来 就找到了解决几乎所有制陶难题的办法 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事实偏偏如此 龙山文化的陶器举世闻名 但黑陶之外 人们很少知道同时期 还有一种更加接近瓷器的白陶 这件陶器名叫龟 值得注意的是 它与众不同的白色胎质 原来它并非来自一般的黏土 而是含有大量制造瓷器所必须的瓷土 瓷土在经受1200度以上的高温后 不仅不会碎裂 反而更加坚硬细密 水不能清 如果再用釉料涂盖 就基本可以与瓷器为伍了 问题是 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是谁最早发现了瓷土的秘密 每当此时 人们不得不遗憾 文字的缺失 迄今没止 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 常体系的文字都早于中国 他们也都有发达的淘气制造业 古希腊淘气更是美轮美奂 可惜它们都没有类似龙山白淘的器物出现 自然更谈不上文字记载 于是上天的眷顾又归于偶然 当大家各自尝试用不同材料制造淘气时 不排除有人偶然利用家门口的白色瓷土制造淘坯 又恰逢木柴干燥 封住火力 把淘咬的温度烧过了头 可以想见本以为闯下大瓷的陶宫满头大汉开摇一看 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 一炉洁白明亮声音清脆的白桃横空出世 尽管它并不知道这是瓷器诞生的一抹曙光 历史经验证明 人类一旦发现某种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之后 就会如法炮制 把偶然的发现变成有益的追求 于是瓷土和高温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到淘气制作上 但白桃毕竟还是淘气 和后世的瓷器相比 其外表还不见诱料的存在 云南省西蒙县瓦山 山高临密 云海缭绕 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 潜藏着许多古老的历史遗寸 温嘎科村地处瓦山深处 有不少人曾经像癌鸡一样 执行症 就会等到来 更是贵車 这就是彼此生云 人生监制 越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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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千百年,这片森林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 今天,世道却似乎变了,埃及空手而归。 埃布老决定重新捡起父亲的手艺,治桃。 因为一位山外来的人高价收购了父亲生前烧造的这件瓦族土桃。 他对这件表面覆盖涂料的淘气情有独钟。 在埃布老看来,淘气生意比打猎赚钱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淘气出炉后 埃布朗趁热把塑胶涂抹在淘气表面 等它渗入内部 既可以增加强度又能防止渗漏 但奇怪的是 塑胶并没有让它的淘气表面光鲜起来 或许它还没有全面掌握父亲的秘诀 无论如何 这是现存最古老的淘气善光法之一 尽管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但毋庸置疑 人类一直在尝试各种办法 让淘气变得光彩夺目 陕西省长城县摇头村 村外这山阳的乐园中散落着柏鱼座古窑废墟 尽管一片凉壁 摇头村废废墟 废废废的卢瑶至少都有百年历史 这是一座清朝道光年间的老瑶 在它拐弯处的瑶壁上 一眼望去 仿佛挂着一幅山水画卷 或许几千年之前 瑶公们也曾看到过同样的景象 它表面光滑 就像挂着一层闪闪发亮的汗珠 于是得名 瑶汗 它是瑶内燃料燃烧后形成的油渍 经过长期聚集 又在设施一千两百度高温中 发生了化学变化后 产生的玻璃状物体 在窑里的窑火 里头上的屋上烧的时间长了 有些人跟他做饭一样 水蒸气 蒸流水 它再上去了 后来它掉下了 到了表面 它形成明亮的 它形成跟它肉皮一样 把那头本身夹了一层保护层 久而久之 瑶内的这种现象 很可能激发了古人的灵感 特意追求这种 让陶旗外观熠熠生辉的效果 由此 又料诞生了 经过对大量古代窑址的考察发现 甘草和木材 是当时桃窑使用的主要燃料 它们的灰烬 正是制造幼彩的重要来源 所谓无灰不成幼 最晚在三千年以前 中国人就掌握了草木挥柚的记忆 无可否认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 幼疗技术的国家 早在四千年前 古埃及神殿中 就已经出现诱料痕迹 但是什么原因 是中国的陶旗文明 在几乎无限接近瓷器水准之后 忽然放慢了前进的步伐 礼器赋予了陶旗灵魂 也推动它快速发展 但中国从下伤以后 陶旗渐渐退出了明堂神殿 它的光芒逐步被另一种器物所掩盖 许多人以为古代青铜器 本来就是这种青绿色 但事实上 这是千百年氧化的结果 青铜 铜与锡的合金 它刚出炉时 完全是黄金般的质感与颜色 它的沉稳坚固和高贵华美 确实让一碎的陶旗黯然失色 中国陶旗之路 只能另辟蹊径 考古证明 商代史 用磁土做胎 并高温烧造的白陶 变得更加成熟 而幼料的出现 更是陶旗逐渐摆脱了本色的土气 披上亮丽的外衣 但不少学者认为 中国磁器的初级阶段 已经在青铜器的阴影下 不动声色地悄然来临 即所谓幼陶或原始磁 陶在乡的时候 这硬陶啊 跟那个出现了磁的转化 磁器虽然源于陶器 却又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它必须以磁土做胎 其次 烧造温度必须超过1200摄氏度 烧成后 胎体坚硬密室 透水率极低 第三 胎质表面必须覆盖以高温玻璃质诱料 光亮润滑 而所谓原始磁 或许磁土纯度还不够 烧造温度虽高 却不稳定 诱料的来源也比较单一 尽管这些说法还存在争议 但无可否认的是 从陶到磁 绝非一蹴而就那样简单 其间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 在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中 虽然浩瀚的淘气空间 逍遥驰骋了上万年 却一直没有升华到瓷器的至高境界 一步之遥 直尺天涯 相比之下 中华文明是幸运的 面朝黄土 背朝天 厚重的农耕文化 为它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创造源泉 但即便如此 从原始瓷到成熟的瓷器 中间也过渡了一千多年 浙江尚于石浦村 58岁的董水根 负责照看一片枝繁叶茂的茶园 浙江出名茶 适宜的地理气候功不可没 但老董却说 是因为这里的好茶具 茶树才会努力地生长 东水根家附近就是郁郁葱葱的四封山 令人难以揣测其中奥秘 山北坡一片普通的竹林 名为小仙坛 虽然没人说得清仙字何处 但一个仙字足以令人充满遐想 或许从这些散落在草丛中的瓷片上 就可以呼吸到一段失落的文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 终于有人弯下了腰 从这早已被遗忘的荒谣碎词中 简实几片残留的记忆 经过一番化学和物理的科学解码 跨越一千八百年的隔空喊话 令人恍然大悟 这些粉身碎骨的瓷片足以拼接成一座 令人仰望的纪念碑 它们才智坚实 滴水不漏 又才厚重 生如金石 和现代瓷器相差无几 假如时间 可以逆转 一幅喧嚣热闹的画面就会跃入眼帘 东汉时代 这里摇火旺盛 烟气蒸腾 由于遍地瓷土 满山松林 制造瓷器所需的材料 燃料和釉料都可以就地解决 而最能发挥热效率的龙窑 自从商代发明以来 也恰逢其实地更加成熟 轻易就可以把炉温烧到一千三百度 总之 这里具备烧造瓷器的一切条件 从原始瓷到成熟瓷 经过上千年的孕育 终于到了孤孤落地的一天 迄今为止 世界上已知最早的 真正意义上的瓷器 就诞生于此 小仙坛 虎子 一只血盆大口 又憨态可居的老虎 是瓷器诞生之初的常见器具 它算不上精美 却风趣活泼 高雅的瓷器 何以一出生 就充满幽默之风 有人说 它是盛装热水或木炭的运道 也有人说 它只是浇花的水器 更有人说 它是古代男子专用的叶湖 虽然无从定论 但都是床前屋后之用 瓷器为何没有走礼器的老路 而如此亲民朴实 同时代的其他瓷器 如这件三祖尊 与微缩的朱舍 也大多异曲同工 这件青瓷堆塑冠 亭台楼阁 仙人佛祖 还有大量飞禽走声 不仅栩栩如生 还有一份信马游江的快意 或许 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 三百多年缺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 文人雅士们 也往往寄情山水 陶醉于放浪行骸的魏晋之风 瓷器 于是更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为什么瓷器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不可少的 因为它去不只是你去用它 而且是呈现这么用的人 背后它的品味 其实自汉代以后 虽然重视礼教的儒学 已经成为中国一脉相承的统治思想 但青铜器早已被铁器取代 一种器物独霸天价的单一时代 将被多种元素交相辉映的局面所替代 瓷器从陶器时代华丽转身 但它的角色将随着不同时代的特征 衍生出千姿百态的面貌 这也正是它生命力的所在 董水根认为本地的好茶 源于本地的好茶具 因为它明白瓷器与需求相伴相生的关系 有需求才有发展 小仙坛作为成熟瓷器的诞生地之一 为日后月瑶青瓷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就在中国瓷器脱颖而出的同时 欧亚大陆西端的罗马帝国已经由盛转率 玛雅文明却在美洲走向繁盛 而阿拉伯世界正掀起信仰的狂烂 此时东西方虽然能处于隔绝状态 但汉代的张谦 班超 甘英等人都曾出使西域 最远到达波斯湾 东京的发现去天主取经 更是陆路而去 海陆而归 丝绸之路 无论陆地与海洋都在酝酿一场辉煌的爆发 中国也在分秀闭合的沉语中慢慢重合 即将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盛世年华 此季无论他愿意与否 都将被时代裹挟着一路前行和丝绸茶叶一起 成为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 见证 钢铁还有烂 这瓷比钢铁还好 它不烂 它永远不烂 几乎每个其他材料都毁灭了自己 或是会变成其他东西 就会变成其他东西 只剑铁是在那里 而仍在那里 此起满意 这个令人魂琴梦莹 不为狂杀巨烂 万里臣服的交响乐战 一经奏响就一扬顿挫 震猛发聩 在瓷器出现之前 陶器在世界几乎所有文明中 存在将近两万年 相比之下 成熟瓷器的年龄只有陶器十分之 有人说陶器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雕铷 那么瓷器又将在接下来的人类历史上 弃着怎样的作用